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次等的 是低级的 是没有真正方向 也没有永恒意义的祈求 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祷告分成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生命的祷告 另外一个层次是生活需要的祷告 在整个主导文里面 生活需要的祷告只有一句话 但是对生命与神之间的祷告 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 贯彻始终 完全涵盖在里面的 那一句对物质需要的祷告是什么呢 我们任用的饮食 尽热赐给我们 除了这句话以外 所有的祷告完全没有物质需要的成本在其中 照样的 摩西年老的时候 他写了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篇诗是很伟大的 因为这一篇诗是比李百 杜仆百居一 还更早两千五百年的诗 这一篇的诗是比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为了牧者人生最伟大的诗 还更早一千年的诗 这篇的诗是印度的乌潘尼萨奥义经 以及的河马的诗歌 更早一千多年的诗 这一篇诗是在这人生整个人类最需要的一句向神祷告的诗 在这篇的诗里面 我们看见摩西在前面的半段用七个比语来描写人生 在后面的半段用七个导演来表明他的人生 所以前面的七个比语 如果你明白了 你就很容易明白后面的七个祷告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你对前面的七个比语了解 你就知道人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虚空 何等的短暂 那么这个何等虚空 何等短暂的人生 就应当在永恒者创造主的面前 做一个怎样的祷告呢 以后呢 只有七大祷告 香水而来 而这几个祷告 你注意观察的时候 你注意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中没有一个跟物质的需要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摩西的这一个三千五百年以前 写下了人生的诗 其中对神表辈的祷告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生活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魔法 感谢上帝 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 以及上帝的义 那这样你们所需要的 他就必加添给你们了 我们不必求 神还会给我们了 那我们求什么呢 摩西的七个祷告中间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主要求你教导我们怎样 竖算我们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到什么 智慧的心 所以你看见生命的祷告跟生活的祷告是不一样的 在生活的祷告中间 你需要求知识 在生命的祷告中间 你需要求智慧 在生活的祷告中间 你需要求物责 在生命的祷告中间 你需要求上帝的国 捧他的义 所以这个摩西的七大祷告 是用第一个祷告 就是求主给我们的智慧的心来做开始 这是很伟大的祷告 我盼望我们基督徒好好休息 这些伟大的圣徒 伟大的神人 伟大的先知 伟大的师徒们 他们是在上帝面前怎样祷告的 我们不要单单修亚比斯的祷告 因为亚比斯的祷告是最适合现代的 伟物论的人 心中所要盼望达到的那些今世的事情 但是摩西的祷告 耶稣的祷告 保罗的祷告 还有历史历代众生的祷告 说给我们看见的绝对不是物责城市 不是生活城市的祷告 乃是灵性的城市 乃是生命城市的祷告 怪不得摩西第一句话说 求你教导我们 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他不是求知识的头脑 他求智慧的心灵 他不是求世界的物责 他求数算日子的智慧 这样向上帝求智慧 原来这些伟人祷告生活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祈求的内容 所以你们中间 若有人自己知道自己缺乏智慧 你们就求那厚之一人 而不测试人的上帝